过年开车出游 警方也发现部分驾驶违规没吸安全带 又不想听见警示音 就会加装所谓的消音扣 来骗过车上警示系统 但警方统计不吸安全带 这样的行为不但非常危险 而且可以开发 轿车刚出地下道就失控撞上中央分隔岛 警察赶到场 看到车损并没有严重压缩到驾驶座 而且安全气囊也启动了 原以为驾驶能平安脱困 没想到他头部重创 送一口宣告不治 一到车里搜证就发现 原来驾驶没吸安全带 而是使用所谓的消音扣 只要插进安全带座里 就能骗过车子的座位重量干测器 消除警示音 因为新车来讲都会有重力感应的问题 它为了说要排除那种 就是所谓的声音提醒 所以近几年这个消音扣确实是卖得不错 部分驾驶或乘客违规不吸安全带 又不想听见嗶嗶声 就会失出这一招 警示音是消除了 但乘车安全也跟着拜拜 我可能有放动物 在乘客狗狗啊猫啊 他们也会有所谓的一个提醒 那单纯只是要做一个消音 现在消音扣随手都买得到 但业者澄清 这原本是方便在副驾驶座 放重物的时候 不让系统误会是 有人没吸安全带发出警示音 除了基本款会做美观图样 还有子母扣形式 可以直接再插入安全带 但这样行车安全就大受影响 听过交通部统计 威力规定使用安全带的自使率 是正常使用安全带的3.6倍 不相信安全带插入消音扣 淘甲薄上路 少了机身提醒 却多了万分危险 接着当中许兄明台被采访播斗